大家好,我是阿俊 为什么你在家蒸萝卜丝又粘又妥还不劲道 今天给大家分享几个小技巧 蒸出来的萝卜丝不粘不妥,非常的劲道 欢迎大家评论留言 首先准备胡萝卜一根 用刀切去两段后把皮削掉 今天把隔壁老王的叉子接过来用一下 用手扶好叉子,把胡萝卜擦成细丝 为了防止伤到手 剩下的一节胡萝卜装在护手上面 继续用老王的叉子把胡萝卜擦完 老王的叉子用着不错 擦出来的丝丝分明,比刀切的还好 胡萝卜擦好以后里面加入少许食用油 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 蒸胡萝卜丝一定要用小麦淀粉 有的地方也叫邓面 倒上适量的小麦淀粉 用筷子搅拌均匀 让每一根萝卜丝都裹上小麦淀粉 蒸锅水烧开 把拌好的胡萝卜丝放在壁子上面 盖上锅盖,大火蒸一分钟 一分钟后倒出蒸好的胡萝卜丝 最好用电扇吹一下 迅速的把粘连在一起的胡萝卜丝抖散 第一遍蒸胡萝卜丝不要超过一分钟 否则萝卜丝出水会粘连在一起 抖散后我们放入盆中 再加入适量的小麦淀粉 继续用手把它抓拌均匀 让胡萝卜丝裹满小麦淀粉 这样蒸出来吃起来非常的劲道 把拌好的萝卜丝放在壁子上面 盖上锅盖 这次开火蒸5分钟 5分钟后我们打开盖子 这时候要避免水蒸气滴入萝卜丝里面 把蒸好的萝卜丝倒在案板上面 用电扇一边吹风 一边把它迅速的抖散 这样萝卜丝就蒸好了 蒸好后放入盆中 我们把它拌一下 加入食用盐3克 剁好的蒜蓉适量 香葱花适量 倒入河南特产芝麻香油 然后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即可食用 拌萝卜丝不用加那么多调料 保持萝卜丝的原汁原味 一道非常劲道的蒸萝卜丝就做好了 欢迎大家评论留言转发关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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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